在台湾 你会发现坊间 你不管翻开报纸 看到电视 购物台 在网络 还有网络上面 你就会看到一大堆那种 他跟你说是壮扬的 是什么词都有 那张艺中 没事就会去看那些 或去买 那这样一些东西 周周 有没有用 张老师有代言吧 而且我们到了澳洲 还买那个袋鼠筋 然后以前还吃冬虫下草 然后只要对身体好的 我都给他补一下 有一些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有一些是 OK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尽尿控制射精训练 就是说 你想要上厕所的时候 你先憋一下 不要急着 马上就尿出来 就是练习这个 练习这个 扩跃机 扩跃机 这个其实是有点道理 我们在性功能的 行为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男性伴侣讲说 你这个快要 你比较兴奋的时候 你不要 你要稍微缓一点 OK 甚至于我们还有一种叫 分心训练 就是说你可以 想一点别的事情 去想别的事 对 玩手机 这个没问题 玩手机 玩手机 会被打吧 对 没问题 就是说还稍微分心 跟这个是有点类似 稍微控制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 OK 第二个 点睛穴这个我请 陈医师 点睛穴是什么 神穴也就是所谓的肚脊 那下面10公分 所以它的10公分 应该会比这个 气海跟官员穴 再往下一点 那它这个就是 我们叫做 任督二脉的任脉 就是正面是任脉 那背面是这个督脉 那任脉的穴 其实对性功能的部分 我们是有一点帮忙的 那有一些练气功的人 可能就是会针对这个 任督二脉做一点 那请问一下 前面这几个 如果你说 所谓的点睛穴 假设说是这一代的话 对 那它要怎么做 会对它有帮助 穴道按摩的方式 那 一般穴道按摩怎么按 其实就是用这个指腹 那我们 找这个穴道的部分 然后大概顺时针方向 譬如张老师 你按额头给大家 你不用按肚脐 你按额头给大家看 就是假设这个是穴道 那我们就是顺时钟 这样子按就好了 大概按多久 其实一次大概按个两三分钟 OK 那有些比较敏感的人 会觉得肚子 其实会有一点热的感觉 所以这是点睛穴 对 第三个是 第三个 运气提纲 这个是 麻烦内功 这应该有气功老师来问一下 运气提纲的部分 其实也是跟气功有关系的 那我们会说任督二脉 要打通任督二脉 其中一个是要运气提纲 那另外一个是要舍顶上二 其实确实是会 可是这个运气提纲 在西医来讲 会不会跟刚才前面 我觉得是特别是要舍顶上的 或者是要舍顶上了 我们就要舍顶上 谁能打通任督二脉 就要舍顶上一扉 但是就要舍顶上一扉 你这种要舍顶上一扉 那边也就要舍顶上一扉 我才能舍顶上一扉 都要舍顶上一扉 就是 我们就要舍顶上一扉 这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增加3到5公分对你来讲增加50%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那对家伟众意义很大 对 对 香烟变雪茄 雪茄 那加粗的话那就有好几种 现在简单的打玻尿酸 或者是说甜甜脂肪 那另外还有利用蒸皮 或者是说我们还有所谓的包皮回收素 把你割下来的包皮 你当初丢掉可惜了 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可以再塞回去 放在罐子里面 对 就是这一类 它是可以加粗 那但是加粗的话 因为它除非是你是打在龟头 如果你是玻尿酸或是脂肪填龟头 龟头真的明显变大 我认为对性功能有帮助 其他的是增加心理 对 还有就是老婆 也有老婆带着老公来 做完她很满意 她老婆看 她说我看起来就爽 就这样回答我了 也有这种的 我真的遇过这样的夫妻 OK 那我不想想想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 来 黄同学 想请问刚刚讨论是那种持久力 可是当然如果持久力就太过为强 就是如果 大概老师觉得就是大跪多久 如果没有发生 搞草或射精的行为 对 大概怎样是有问题 需要去看医生 对 也是我的状况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太快 太快 后面讲的这个也是个病 对 但是持久这个 就是太久这个 其实是现在 我们在吸引它非常困难 因为它其实没有 目前没有什么 没有人来求诊 就是没有什么药物 可以帮助你加快 所以那他们怎么办 对 所以它现在 其实我们是无解 这是一种病吗 是啊 是一种病 但是古代 不好意思 古代有人用个铁环 你知道吗 锁住 那个会不会伤害身体 它有两种 它另外一个 它刚提的一个是 九个生命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就是说勃起很久 但它是没有性行为 它就是一直持续地勃起 但是这种通常是因为 它有这个药物 或是有些其他疾病造成 那个我在急诊遇过几次 那个就是大针戳下去放血治疗 对 真的是放血 放血不是中医放的吗 你们也做 你们也放血 对 那个就是 那个是古罗马就有的 但是你刚刚讲 那是因为它有药物影响 或什么其他的原因 对 那如果你是说 你一直性行为一直做 然后它没有办法射精 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OK 那同样 像洪同学所讲的 因为你每次看到 在坊间所讨论这些的话 刚刚一个讲说 就是譬如说常住 或什么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那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时间 如果你太快或什么的话 就要去求诊 一般就是性行为 如果两分钟以内 或是说进去女性身体之后 15下以内 有这种标准 这样都是 就是不到的话就是不OK 到的话呢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我过关了吗 走吧 可以了 不用看医生了 你的问题搞不好在后面 你的问题搞不好在后面 对 但是这是比较宽松的认定 谢谢医生 比较严格的认定是 只要女性没有得到满足 你就算是 那继续讲 你现在觉得你不能走 所以说如果你有办法 在一分钟之内让对方满足 他们有一派的人也认为说 这也无所谓 这样是OK的 OK 你如果十分钟后 对方还是 就是觉得就是一根香烟 没有什么问题 来 刘同学 就是这边想要 就是之前有遇过一个 比较年长的男性病人 他有一个困扰是 他有用一些 摄护腺的那种甲型阻断剂 那他就抱怨说 用了这个药之后 他的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可是不用这个药 他又会尿不出来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不知道有没有 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他就是要一起 他就是要换药 摄护腺的药 同时再加上波斯卡 另外一个药 然后他慢慢地去调整 然后把这个甲型阻断剂的药降下来 他把另外一个药伸上来 这样他就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是在药上面调整 就不会有状态 因为甲型阻断剂那个会影响血压 有的人会影响血压 那血压的话 他你血压不足 好像胖魂力不够 大不上去 所以你就没办法 奇怪了 你看现场小小兵提的问题 跟詹伟中提的问题 质感不一样 感觉就不一样 我们知道为什么 医学界跟玄学界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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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